電池專業製造公司 大家好 我是JY 今天來聊聊台灣的電池專業製造公司 是一間優質的好公司 現在就立刻進入正題 今天是回應周圍網友 想要知道的公司是廣龍 公司簡介廣龍全名為廣龍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1990年成立 是台灣唯一股票上市的千雙續電池專業製造公司 除了在我們台灣的手作工廠外 另外在越南也增設了兩間現代化的專業生產基地 主要產品是UPS不斷電系統電池 汽車啟動用電池 機車啟動用電池 電動工具用電池 電動代步車用電池 通訊用電池 2021年第一季產品銷售比重 不斷電系統用電池 占63% 機車啟動用電池 占16% 電動代步車用電池 占12% 汽車啟動用電池 占3% 其他占6% 地區銷售比重 美洲占21% 歐洲占24% 亞洲占21% 台灣占6% 越南占24% 其他占4% 體質檢視 廣龍的股本是8.21億 是屬於小型股 股本太小的公司在景區循環谷底及利空的考驗下 是會相對不穩健的 來看一下廣龍過去在股災來臨時的表現 在2008年金融海嘯時EPS是0.5元 在2011年歐債時EPS是3.9元 在利空不利的情況下 當年度的獲利是有比較差一點 但過後的一年獲利就馬上回到原本的正常水準了 顯見廣龍的抵禦人力算是不錯的 都還是有賺錢沒有虧損 所以股本小在面對股災時是不需要太擔心的 廣龍除了股本小以外 整體體質都在標準之上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獲利人力 廣龍從2002年上市以來 至今19年 每一年都是賺錢的 獲利最差的年度是在2004年 EPS是0.38元 從2011年以後 獲利是逐年的成長 EPS從3.9元 成長到2019年的12.32元 是創下歷史的新高 近五年的EPS都有在10元以上 去年2020年的EPS是10.75元 是創下近五年來的新低 顯示去年疫情對廣龍還是有一定的影響 廣龍今年2021年第一季的營業收入是16.96億 是創去年2020年同期的17.05億 是微幅的衰退 營業毛利是3.94億 是創去年2020年同期的3.65億 是成長的7.95% 營業盡力是2.76億 是創去年2020年同期的2.51億 是成長的7.97% 稅後盡力是2.27億 是創去年2020年同期的2.1億 成長的8% EPS是2.77元 是創下同期歷史的次高 3億的部分也是維持在不錯的水準 整體的表現都是相當的不錯 鼓勵政策 連續23年配發鼓勵 合計發出99.84元 廣龍從2017年以後 都有配發現金鼓勵9元以上 今年2021年 四配發現金鼓勵10元 近五年的平均盈餘分配率是85% 廣龍的股力發放是很穩定的 如果有甜蜜的價格 長期投資是可以好好的考慮了 股價評估 這邊還是要強調一下 價格只是個人認為的價格 沒有任何推薦個股及買賣的建議 廣龍的便宜價為114元 合理價為141元 昂貴價為187元 廣龍四月的營業收入是 6.12億 是成長的21.3% 前四個月累計營業收入是 23.08億 是成長的4.4% 主要是受惠於美國市場復甦 但是受到貨櫃、吃緊、床位不足的影響 將拖累出貨速度 若不能有效改善 訂單將會有低延的效果 而美國市場 而美國市場復甦力道強勁 整體接單會比第一季來得更好 尖酸電池訂單能見度已經看到了7月至8月了 第二季的營運將優於第一季 廣龍今年2021年下半年 展望也是樂觀的 本集影片就到這邊了 謝謝你的觀賞 如果喜歡麻煩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下部影片見 掰掰